韓流來襲 臺灣青年民主協會調查 有超過五成的學生反映 學校仍然禁止開放 學生將保暖外套穿在校服外 或是限制氣溫的標準 才能加穿遇寒衣物 而被點迷的臺中 領東高中就澄清 只要穿著校服到校 學生自覺有遇寒的需要 就可以添加衣物 沒有特別限制 韓流即將報導 當時有學生反映 部分學校規定 禁止將保暖衣物穿在校服外 臺灣青年民主協會 在IG提出調查 參與投票的國高中生有五千四百八十八人 集中有兩千七百五十四人 超過五成的比例表示 學校對於開放保暖衣物的規定 還是不合法 青年民主協會表示 被點名的包括桃園的新興高中 起因高中以及台中的領東高中和嘉義的嘉華高中 不是規定穿東西的時間點 就是限制氣溫標準 不然就是強制不能外穿 甚至圍巾和帽子都得塞到校服內 而被點名的台中領東高中提出解釋 比如說他裡面是穿著制服天氣冷 他要添加羽絨衣或者是要毛衣 或T恤這樣子都是可以的 就是穿自己比較厚的外套跟衣服 對 穿在外面 實際前往學校 學生們都可以穿著外套 或是戴帽上衣 有的甚至可以添加圍巾和毛衣 校方表示 主要要求穿著校服 增進衣物都會尊重學生的主觀感受 而教育部也表示 校方應該尊重學生自主和健康權 教育部國教署表示 今年十月再度含文到各校 如果接獲學生陳情 也會依照全責來進行查處 如果沒有具體的改善 除了將持續督導 也會列入下個學年度 教育補助款的相關考核 記者林健身 王龍濤 台中報導